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乐佳收获本季声名大将 仍落后于其他三位导师 今晚乐佳担任X导师 他能否扭转战局 战火即将燃起 今晚演说家现场变身课堂 小哥 舞台就是我的讲台 这个点我上晚自习 他们语出惊人 救护车不是用来运尸体 是用来运石棒 所以我做木匠以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我爸做了这个可以贵的推法 他们坚定信仰 理想若在 正理就不会消失 好 导师各出几招 上演抢人大战 其实呢 我是第一个暗亮灯 我可以推荐给他 看起来更新 那家里帅翻了 那个暗亮 我是演术家 海选第四场 见证语言的力量 我就是演员 两个人 熟悉的身影从命里的步伐 曾经他们向我们讲述环游世界的中国梦 这次回归又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故事 张欣悦梁红 完全没有人告诉我们 想给个惊喜 我们又回来了 我觉得应该跟更多的朋友再介绍一下他们吧 张欣与梁红 你们看旅行吗 上一季的《我是演说家》看了吗 他们俩讲演的 太棒了 欢迎欢迎 所以今天来讲全新的故事 没错 今天来讲讲我们这一路看到的这些个事 好 非常期待 他们是客人 对 不如那五个字我们四个导师一起说好 好 来 一 二 三 你说 我们听 其实今天特别激动 时隔一年我们又回来了 这一年我们有很多的变化 但其实对我们俩来说最大的变化是我们变得值钱了 你们觉得这值钱吗 值钱 值钱 5万美金一个 我们俩的脑袋加一块就是10万美金 然后这是不是我们自个儿订的价格 是阿富汗塔利班给我们订的 悬赏我们的人头 不过大家也甭担心 我们既然站在这儿 就说明我们没卖 在阿富汗 我们见到的极少数的这些阿富汗女性 也都是穿着一种厚厚的罩子 叫布卡 在那个里面 跟她们聊天的时候 我根本不知道对面做的是谁 她们长什么样 她们的头发是黑是白 她们的眼睛的颜色 也更看不到她们的表情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 我没有想到我居然遇到了一个非常时尚的女人 她戴着手表 打着手机 她有自己的办公室 而且她有着自己的汽车 她叫Sara 她是一个纪录片导演 她用了三年的时间 认真地拍了一部 反映阿富汗国民生活真实状况的电影 可是这部电影 根本就没有什么人能够看到 因为在阿富汗全国 没有任何一家电影院 即使这样 我依然觉得Sara在做的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 她曾经在伊朗生活过 她也曾经去欧洲留过学 她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但是她依然选择回来坚守在这里 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 因为这是我的家 这个瘦弱的女性 就像在那无尽的黑暗中的一丁点的光芒 虽然微弱 但是她一直坚定 就在我们聊天的时候 塔利班的袭击警报拉响了 我们的聊天被打断了 虽然我们所有的安保人员都在劝阻我们 但是我们依然选择坐上了Sara的车离开 就在那一天 是我到了阿畔之后 唯一感觉到放松和自由的时候 我想那可能是因为我们走到了正确的方向上 就这么沿着丝绸之路 一路走过来 我们穿过了巴比斯坦 然后走过了加拉拉巴德 迎接我们的一颗炸弹 然后我们就到了千年佛城巴米扬 巴米扬曾经矗立着两尊千年的佛像 曾经那两尊佛像是世界最高的战力佛 曾经有一位中国的僧人到过巴米扬 最后他在书中记载 他说他自己完全被那种闪烁着金色耀眼的金光的佛像 所震撼 这个僧人就是玄奘 对于巴米扬人来说 大佛看着他们出生 看着他们长大 看着他们成家 看着他们老去 看着他们死亡 大佛是他们的邻居 但是2001年 巴米扬大佛被塔利班炸毁 持续一个月的不断地轰炸 让大佛最终被仇恨撕成了碎片 1500年的世界文化遗产就这样 在联合国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 他依然被战争的仇恨化为灰烬 大佛不曾想到 战争的伤是如此的难以愈合 14年了 现在生活在大佛脚下的人们 依然无辜地被牵连进了战争 14年来 有无数的艺术家工程师都想重建大佛 但是由于技术都不成熟 和战乱的局势也都没成功 但是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那些被摧毁的文明不应该被遗忘 我们相信阿富汗应该是个文明的中心 而不是战争的中心 我们还相信巴米扬大佛 世界希望再看他一眼 所以我们这群重走思路的中国人 我们希望像2000年前一样 给他们送去一份来自中国的礼物 我们想用光影的方式 重现巴米扬大佛 其实对于光影重现巴米扬大佛 有很多的难点 最大的难点是因为光线 光线它可能会对墙体加温 它加温的过程就对墙体造成了损害 还有就是大佛佛脸的不确定性 因为没有人见过佛脸真正是什么样子 它在建成之初就已经脱落了 我们做了重重比对 最后选择了一种光线 跟太阳的色温差不多 这样避免了对墙壁的损害 同时我们还找到了一位 住在阿富汗60年的外国学者 在他的帮助下 我们找到了巴米扬附近 所有童年代出土的佛像 最终确定了佛脸的形式 在2015年6月6号 大佛终于亮起来了 其实在大佛亮起来那一瞬间 所有巴米扬人他们都落泪了 他们唱歌他们跳舞过 然后他们围坐在地上弹起东布拉 诗人开始用波斯语做起诗 然后雕塑家给我们送来了 当地的雕塑 有一个老爷爷 就这么拉着我的手跟我说 因为他不知道我叫什么 他就说中国人 你让我们想起的那些 我们已经忘却了 或者不敢再想起的那些回忆 所有巴米扬人都不说 说大佛亮起来了 他们说的是 大佛在倒下的地方又站起来了 大佛又活了 我们在阿富汗经历了太多太多的无奈 绝望甚至是黑暗 重现巴米扬大佛 应该是我们这一群 重走思路的中国人 送给巴米扬最好的礼物 我们真的希望 让这一束微弱的光 照亮那儿的人 谢谢大家 谢谢 我刚刚那个大佛出来的时候 我差一点点掉眼泪 你们现在是阿富汗人心目当中的英雄 算是 那么你们是如何躲避掉塔利班 对你们的围追堵截的 我们当时的安保队伍大概有60多人 然后轻重机枪 迫击炮 火箭弹 全都配齐了 就这样我们才保证了 当时能把大佛投出来 然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4年来第一次接到灰色警告 但是我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住巴米扬的官员聊 我说我们还坐吗 他说我支持你们 你们一定要坐下去 这个是希望 他当时参与重现巴米扬大佛的 所有阿富汗本地人会不会受牵连 有威胁 从目前来看没有事 因为有这么一个好消息 巴米扬政府给我们发了一通邮件 说在上个月的月底 就是8月28号 对 巴米扬第七届的丝绸之路文化节 他们想再次点亮这个大佛 因为我们把所有设备和备用零件 全都留给了他们 然后他们点亮了这个政府 又亮了起来 然后这对于巴米扬人来说真的是希望 他们希望这尊佛能一直亮下去 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在当地的时候 是什么让你们感受到的生命有威胁 他们有实际行动吗 其实在喀布尔 有各种各样的生命威胁 就包括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到贾拉拉巴德 当时是事先做了一个月的情报分析 在几点中我们过是安全的 就即便是这样 离我们300米 一颗IUD爆炸 然后当时死了7个人 就离你们300米 对 这种炸弹威胁其实特别恐怖的 我们车已经做了防弹的改装 但是他们做的那种化肥炸弹 威力相当地大 我们现在在巴格达住的是巴勒斯坦饭店 它有16层高 我们选择那个饭店是因为它在被袭击的概率是3 我们从3到10定级别 然后通过情报分析来选择饭店 就即便是那样 我们俩晚上吃完饭 站在阳台上 开始看巴格达业劫 看着看着 就闪光就闪起来了 然后浓烟就冒出来了 尤其是在开斋节的时候 对 几百人啊 救护车不是用来运尸体 是用来运尸块 尸块 尸块 被炸碎尸体 我当年说过的一句话 就是我说这个世界上 会有无数人羡慕你们 有如此非凡的人生经历 你们所体验过的超过了 常人十辈子的体验 但是我想更多的人会羡慕的 还是你们之间这种相濡以沫的爱情 其实毕竟三十年了 然后走了这么多地方 没有我也不会有旅行 没有梁洪也不会有旅行 我真的很想提醒大家注意 首先是您在梁洪女士 发表演讲的时候 你知道她看着梁洪的眼神 真的就是爱情的眼神 这是装不来的 第二件事情是 有一件事情很让我们骄傲 就是那个人称呼你中国人 对 很让我们骄傲 这一路的人都这么称呼我们 在伊拉克 因为IS 他们在摧毁伊拉克的很多文物 其实摧毁文物是他们的假象 他们为了掩盖 他们倒卖文物的事实 他们摧毁那些文物 然后我们到了伊拉克 我们用了一种激光扫描设备 去把所有的 还未被摧毁的文物 都统统扫描下来 扫描下来之后 直接传到网上 全世界可以共享 然后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叫什么 因为中国名字太难念了 他们就一直叫中国人 中国人 这样还需要当时讲 一定要当时讲 在你们离开这个舞台之前 我想能不能以师兄师姐的身份 给我们的选手们一些祝福 一些鼓励 好 我觉得勇者感言 这四个字特别棒 如果你认为你是勇者 就踏踏实实地站在这儿 把你想说的话全说出来 要相近语言的力量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宗盛丽 请安 请请 好 谢谢 你们俩特别好 真棒 真棒 他们俩特别好 真棒 大家好 欢迎收看北京卫视 我是演乐家第二季 比赛进到这个阶段已经预发的激烈了 还会有谁加盟导师站队 让我们共同期待 说话有温度 富水有深度 本节目是由轻车护肤品牌 加烂面膜度家冠名播出 加烂面膜宠爱自己的美 本节目的指令用水 是由主动贵族百岁山度家提供的 本节目是由自认一万国人大宝赞助播出 大宝SODP 不凡有你发现 本节目的主持人服装 是由贵立品牌度家提供的 同时也欢迎能够登陆新浪微博 不过主席TV我是演说家的官方微博 参与我是演说家的视频互动 发布演说视频 就会有机会 或者导师的亲自点评 我是演说家 让我们一起见证语言的力量吧 接下来有请今晚的宋伟导师登场 好 马上开始吧 好了 来 对话少说 开始 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我叫杨周 来自黑龙江 高考那年 我报告了播音主持专业 不出意料 我落榜了 无奈地选择了其他专业 这第一次碰壁呢 让我很不甘心 我想为自己的梦想 争取一次 可是迎接我的却是 连续八次的主持人大赛被淘汰 于是我开始到专业院校去蹭客 直到今天 我终于坐稳了主播台 我感激执着的曾经 喜欢自信的现在 渴望有挑战的未来 听说我是演说家 高手如云 那今天我就要向高手宣战 四位导师好 你好 我来自黑龙江 我的名字叫扬州 跟那个同名的城市一样 很有特色 我会炒饭 会搓澡 但是我的职业是 一名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 一听声音就能听出来 是 练播音的 那你来的目的是什么 小兄弟 平时我就经常发表自己的观点 那今天来到这样一个场合 我想让更多的人 听到我心里面想说的那些话 好 接下来你说我们听 首先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想这样一个问题 大家平时在坐汽车 地铁或者飞机的时候 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打发那些个时间呢 玩手机刷朋友圈的 有吧 有 打游戏看电影了 也有吧 有 卡纳山砍到口渴无奈的 是不是也有 有 而且我相信 这些还会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那我再问 有没有人会随身揣着一本书 在这些个场合拿出来去阅读的呢 有 看 声音变小了吧 数量变少了吧 没错 据我每一次观察 这确实并不多见 这说明什么 在年初的时候 我看过一篇文章 是一个印度工程师写的 叫令人忧虑 不阅读的中国人 我看了之后 感触破身呢 他说的大概意思就是 这个印度人通过自己的观察 说现在的中国人 越来越不耐烦地 安静地坐下来读一本书 大家要么是打电话 并且是大声谈话 要么是穿梭购物 或者比较价格 或者喧嚣的忙碌 或者孤独的忙碌 唯独缺少了一种满足的安宁 您看 一个外国人都开始替咱们操心这样的事了 可问题的关键在于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国家的人是最爱读书的 一个是以色列 一个是匈牙利 以色列 人口稀少 但是人才济济 建国虽短 但是他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有八个人 再看匈牙利 他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有多少个 14个人呢亲 反观我国 所谓的人口大国 诺贝尔奖获得者 只有7位华人 您听好了 是7位华人 如果只算中国国籍的话 只有莫言一个人 现在的小孩子们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电脑 手机 iPad 可以说是样样精通 唯独读书的技能远远不及 也不要说什么上网搜索速度更快 因为你节省了时间的同时 也丧失了自我思考的能力 作为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今天我站在这里所讲的这一切 就是通过读书得到的感悟 而绝不是靠搜索可以获得的 那么 我们很多人 现在 为什么就不爱 或者说 不习惯阅读了呢 我想 并不是因为没有好的作品 也不是因为没有阅读的时间 更不是因为没有阅读的氛围 而是因为我们很多人缺少了最关键的两样东西啊 是什么 一个叫做信仰 一个叫做习惯 那什么时候 才能够实现我们众望所归的全民阅读呢 什么时候 我想应该是 当老师和家长 不再把考试当作衡量孩子能力唯一标准的时候 当上班族 不再把应酬和我很忙 当作逃避读书的借口的时候 当社会或者人们的价值观 不再以金钱或者名利为主流的时候 当那些外国人 不再用写那样的文章来质疑咱们的时候 当诺贝尔奖获得者 更多地出现咱们中国人的名字的时候 当 当当我 不再用这样的话题 来进行演讲的时候 谢谢 其实我要跟你讲 杨舟 你是有创作能力的 但是有一点 你今天举的例子不好 你没有说服我 好 谢谢鲁豫老师 杨舟 其实我非常同意鲁豫姐的想法 从您刚刚那篇演讲来讲 首先非常感谢 我觉得您是发自内心 但是对我来讲 我应该用这样的一句话来表达 就是我一点都不同意你的观点 但是我要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你为什么不同意他的观点 很简单 首先诺贝尔奖 这件事情在中国是被神化的 对 诺贝尔奖背后有相当多的政治色彩 有相当多不仅仅是作品本身的事情 所以中国人没有拿诺贝尔奖 并不代表着你刚刚代表的那个观点 我们缺少全民读书的氛围 第二点 难道你不认为中国缺少全民读书的氛围 中国缺少全民读书的氛围 现在例子没有 但是它这个例子不能佐证 它的论据不能证明它的论点 中国人均的年均阅读量还不到百分之零点七三 但是中国的出版物是全世界最高的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也不认为在数字阅读时代 碎片阅读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就比如说今天我们一个人通过微博 或者微信的朋友圈或公共账号阅读 一天我们的阅读量 几乎要超过上个世纪 纽约时报一年的信息量 但这个我要跟你有一点不同的观点 这个我要跟你有一点不同的观点 恰恰是用浅阅读 因为你的那个朋友圈 就已经先帮你过滤掉了很多 我同意 这我是同意的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是不阅读 而是我们丢失了最好的阅读方法 碎片阅读最大的问题是 你容易因为你朋友圈的简单 假装你已经完成了世界观的购置 假装你已经听满了整个世界所有事 假装你已经完成了你自我性格 和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并且固执地在这当中 听不到不同的声音 华少刚才讲的观点 一 只有百分之五我同意 百分之九十五我都不同意 关于这个碎片化阅读的东西 我是百分之一万认同你的 碎片化阅读的最大最大的问题是 碎片化的东西读得越多 脑子里面就是一堆信息 你完全不具备系统思维的能力 每个人摘到一句鸡汤的句子 就凤若至宝 当然我同意 只有碎片化阅读 我是反对的 碎片化阅读 我们要鼓励大家如何去利用它 读碎片好 但读完碎片 你看这碎片你有兴趣哦 我告诉你它出自哪里 跟它不一样的观点又出自哪里 去读那个你会很有乐趣 这个时候的阅读 才会变得真正有趣味 这是我们应该引导的碎片 而我反对将所有的碎片一棒打死 告诉大家你只有读那个书 你才在读书 我还有一点不太喜欢你讲的话是什么呢 是你想回到过去 我一点都不想回到过去 我觉得这个时代简直太棒了 好翻了 这世界 现在我们有网络有社交媒体太好了 真棒 你有没有觉得现在因为华少 坐在导师的席位上占据了话语权 然后他刚才讲的那方话 有以大欺小之嫌 你不用回答 我来告诉你 我强烈的这种感觉 没有 扬州你随时可以插进来 你随时可以反驳 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对 你可以 他插进来的话 他要担心在未来以后的比赛当中 被你们穿小鞋 虽然 你这个就是通过阴谋论 去否决别的导师的观点 大家坐下 大家坐下 没有人站起来 没有人站起来 我坐下 不过有一点你非常非常的成功 让我们都吵起来了 让台上的大家都开始讨论了 对 而且我们这个讨论 其实是没有结论的 因为这是让观点 让观众去选择 很有趣 我也想请教 包括请教杨周宁 其实是假设了一件事情 就是假设你要去荒岛 或者你被 你必须要去荒岛 只可以带一本书 你会选择什么 我带百科全书 你带百科全书 你带什么 我先问的嘛 你是X了不起 那你带什么 我先选三本 然后我再最后选一本 中国有一个作家 我很喜欢叫余华 余华 余华的活着 你带活着 对呀 在荒岛上带活着 不是 带老婆的写真集 那你 这个好 这个好 这个大家真的觉得好吗 带老婆的写真集 这是男人的修为不同 对不对 这个是冠于爱了 你不懂了 哦 给大家鼓掌 来 OK 没有第三本了 来 你带什么 我带野外求生手册 乐佳你带什么 我要带一本 即将成为世界名著的 这本书的名字 在荒岛上特别有用 就要写给单身的你 单身的你 杨舟 你今天讲的 纠线想要很成功 就是我们三 我们四个人聊的 已经忘了你的实在了 就是我今天的目的 已经达到了 真的是 谢谢大家的争论和思考了 恭喜恭喜恭喜 好了 现在他们三个不跟你 没关系 跟我好了 好 谢谢雷达老师 大作品的需要一些系统 所以它的观点我可认得 尽管禁止了 但是在下一次的时候 我肯定要比这一次 表达更完美 你的演讲 让我们思考 练独的意义 请带着你的沉着 继续前行 因为它将让你走得更远 揚州加油 恭喜乐嘉老师 掌握又一名战将 犀利新闻主播杨舟 亲生护肤品牌佳兰面膜 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有请下一位选手 我叫雁如 从幼儿园第一次登上讲台 讲故事开始 我就知道 我一定是为讲台而生的 果不其然 现在 我是一名高中语文老师 讲台就是我的战场 在我的课程上 从来是拒绝千篇一律的 我要把每一节语文课 都打造成 特别酷炫的 漫画风格的 情景品 学生们可以开开心心的 在知识与趣味之间 自由地遨游 今天 来到了我是演说家的舞台 讲台 变成了我的舞台 我更要聚绝平庸 演讲呀 靠的是要有独特的范儿 就能关注我 不信 你们听我说 各位好 你好 你好 我没有一大名没见 反叉蒙呀 先介绍一下自己 反叉蒙 大家好 我叫燕儒 是不是觉得我这身衣服 看起来特别的宫廷风 特别十九世纪 是的 我这身打扮呢 其实是我的职业妆 你什么职业 那个一些主题乐园 主题乐园 可以这么说 舞台剧演员 哦 其实可以说是一个演员 因为这个舞台啊 就是我经常站着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说呢 舞台就是我的讲台 这个点我上晚自习 老师 对 你是老师 我是一名高中语文老师 一点都不像 叶老师您 大家好 同学们好 你穿这个上课吗 对 这就是我上课独特的服装 因为我每一节课 都有一个独特的主题 我觉得呢 上语文课 咱们不妨可以让它轻松一点 我喜欢这样的语文老师 谢谢 谢谢 其实我今天来呢 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我刚才不是说 这是我上晚自习的时间吗 所以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想把这儿 变成我的讲台 可以吗 同学们 好 那就暂时请在场的各位同学 和四位导师 做一次我的学生 行吗 好了 现在我们有请燕老师讲课 上课 要起立吗 有班长喊起立 好 好 同学们好 请坐 谢谢 谢谢 今天呢 我们来讲一讲鲁迅 鲁迅长什么样啊 标准照 蹦着脸 蹦着脸 一撇胡子不苟言笑 那么鲁迅在大家心目中 究竟该是什么样的呢 我要点几个同学来回答问题啊 哎 华少同学 要 你能不能讲出你心目中鲁迅的关键词啊 为什么不站起来 不尊重老师 你要站起来 华少 华少同学 你觉得心目中的鲁迅是什么样的 我心目中的鲁迅就是乐嘉的反面 那样正面的人物啊 哇 有点绕哦 好 华少同学请坐 报告老师 他怎么可以在课堂上随便诋毁同学呢 你要批评他 哦 华少同学讲了自己的观点 但是咱们语文课堂是允许犯错 大家说对不对啊 对 坐下坐下坐下 乐嘉同学 乐嘉同学 你心目中的鲁迅先生是什么样的 我心目当中的鲁迅先生就是高大 高大 很好 像你一样高大吗 我如果那个他的一半就好了 好 请坐 谢谢乐嘉同学的配合 大家心目中的鲁迅呢 都是一些高大上名词的代言 比方说还有啦 什么匕首 头枪 民族魂 横眉冷队 对吧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鲁迅究竟是什么样的 咱们别着急啊 先听一个故事 说 有一位青年遭遇到了灭门之痕 他苦练剑法数十载 终于有一天 赢得了与大魔头拔刀相向的机会 这个时候他却发现 这大魔头是他的亲生父亲 你以为我在讲某个无瑕小说吗 其实我讲的是美国篇《星球大战》 你以为我讲的《星球大战》概念 是从这来的吗 其实他的创始者是鲁迅先生 早在1906年啊 鲁迅先生就曾经写过这么一句话 说 虽地球之大同可欺 而星球之战祸又齐 这也就是说啊 即使人类社会达到了思想的高度统一 也一定会为争夺宇宙这一人类最后的边疆 而不懈奋战 早在一百年前 当所有人都在固执堆里寻找着救国救民之路的时候 鲁迅先生却用科幻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 再来看看这句话啊 特别典型 我们极容易成为奴隶 而且成为奴隶后还万分喜欢 是不是感觉特犀利 特鲁迅 然而这句话也和咱们鲁迅先生喜欢的电影离不开关系 猜猜什么电影 绝对猜不到啊 人缘泰山1932年版 据说鲁迅先生为了这部片子买了大量的VIP票 请朋友们去电影院里看 为什么请朋友看呢 他说这电影啊 反映了弱肉强词的丛林法则 和英勇帅气的男主角 然而 我们真的了解鲁迅先生吗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语文课本 从一棵枣树到另一棵枣树 从祥林嫂到少年润土 鲁迅先生的文章变成了必备片幕 而他的那些经典句子 居然成了搞笑定句极紧 更有甚者说什么 要把鲁迅永远逐出咱们中学语文的教科书之列 就拿高中语文课本中那篇纪念刘和珍君来说 刘和珍是咱们北京二十年代的优秀学生代表 但是他最后却惨死于反动派的腔下 当我上这篇课文的时候 90后或者00后觉得 哎呀离我们的生活太遥远了 他们看来看去就记得一句话什么呢 也许在场有同学会背 沉默啊 沉默啊 我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灭亡 然而并没有什么意思 我曾经问过同学们说 你认为谁才是这刘和珍惨案的制造者 有同学回答说 是这个拿着热闹当有趣来看的闲人和看客 但是很快我在课堂上就听到质疑的声音了 说哎呀老师 这是什么年代的事 你看我们现在法治社会是吧 国泰民安哪 现在你讲路是你别动我了 我一点也笑不出来 因为在我心里或者在我看来 这样的情况不是笑声匿迹了 而是越来越多的 出现在年轻人中了 这些年轻人都有一共同特点 平时拿着手机默不作声一通狂摁 一遇到突发事件 什么反应 这个动作 举着手机往上冲 冲上去拍照 转发到微信朋友圈 微博空间里去 他们的点赞换来的是自己暂时的快乐 但是 咱们网络的无形传播 却给了这些当事人最致命的一刀 在我的课堂上 没讲到这里的时候 全班成了 而我期待的是沉默中的爆发 毕竟将近现在 距一百年之遥的鲁迅先生 更需要我们去重新认识他 语文课本中造一个神很容易 但是发现一个很可爱的人 非常非常难 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在现代社会 重新认识鲁迅先生 还有什么比这件事更加珍贵呢 下课 谢谢 感谢同学们的配合 感谢四位同学的配合 谢谢大家 谢谢 最后一秒钟 你出来凑什么热闹 这个热闹不一定得凑 这个有我跟迪迪哥就好了 这个热闹 我告诉你 光咱们仨拍没有用 还有乐嘉 以我对乐嘉的了解 他一定会给咱们仨抢的 不会 乐嘉绝对不会 他知道我们三个会挑 他不会爆灯 对吧 乐嘉 你们三个人现在给你们个机会 现在既然你们三个都觉得他不错 其实我是第一个亮灯 来 你们按照顺序来讲 我先说吧 我很早就亮灯 因为我从小就很渴望 我有一个不刻板的老师 我当您老师行吗 您看 当然 谢谢 在你的稿子里面 我最有感觉的就是你说 刘和珍死亡事件的制造者 就是那些拿惨案来 校前的闲人看客们 对 然后你就把那个事带到今天 你说今天把别人的悲惨遭遇 当成乐趣来烧费的人 一点都不比以前少 我就被你这句话震撼了 你让我想到没多久之前 那个扶手电梯 年轻的妈妈掉进去 在电梯里面 看完之后 那个新闻之后 我很心疼 我不敢看 很不舒服 可是让我更心疼的是 接下来的哪两三天里面 我在朋友圈里面 我不停地收到各种各样的 用不同的方法搞笑 上扶手梯 免得掉下去的视频 我很惊讶 那为什么会有人 拿人家悲惨的遭遇 用来开玩笑 那我们需要什么人 去给他们一个正确的观念 我觉得就好像你这样子的老师 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学生的话 我会非常非常高兴 我有这么的一个老师 谢谢 如果你到我身边 我觉得我们会在一起讨论出来 从登场开始 到表达观点 更紧凑的节奏 到输出观点更有力的方法 我们会讨论出来一种 让你更震撼全场的表演 你有这样的能力吗 我有 因为我是第一次来 你从来没看过 我是怎么和别人 分享演讲经历的 你这么厉害 谢谢你 那你觉得他就是你的了吗 除非你爆灯 那是规则 我不爆灯的话 他也未必会嫌你 其实 我们说那么多都没用 他肯定爆灯 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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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 他们三个人在表达 对你的喜爱的时候 你在那里沉默不语 一直在静静地聆听 你的心里在想些什么 我的心里在纠结 我觉得课堂是什么 我觉得不管今天选择谁 这一点我一定要传达出来 我觉得老师的定位 不能够是讲授者 不能够是往里面灌的这个园丁 应该是人类灵魂的养成师 养成这个概念 就是说要陪伴着学生成长 这样这个职业的陪伴的价值 就体现在为十几岁的孩子们 养成三观的过程中 那么今天几位导师 都肯定了我这一点 我觉得接下来 不管是做出什么决定 我都已经心满意足了 不是你是心满意足了 我们没有心满意足 那你们现在三个准备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准备先跟你说 你不要爆灯 我不告诉你 不要 乐佳 你爆与不爆会有两个结果 跟你来说 你说 就是你不爆的话没事 你爆的话我们就爆你一顿 你喜欢我吗 如果我说不喜欢 会被观众打吗 不会 谢谢你们 但是我还是想说喜欢 我不想让你的一生 活在痛苦和纠结当中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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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要拯救一个 学生困难症吗 不要 不合适 乐佳 不合适 不合适 鲁玉还没说呢 你有一个其他人 刚才没有强调的特质 亲爱的丫头 你的骨子里面 散发的每一个毛孔 都是为舞台而生的 所以我想讲 我不想让你的一生 活在痛苦和纠结当中 我要拯救你 我要拯救你 拯救选择困难症啊 谢谢 感谢您乐佳老师 拯救了我这个选择困难症 晏如也非常的特别 她用武训在表达着 我们今天看到的 和我们体会到的一些真实 这是很难得的事 晏如是一个有相当强的 舞台表现力的选手 更重要的事情是 她是一个好老师 晏如不仅上了一堂 有趣的语文课 更渴望向年轻人 授业解惑 在舞台上 展示了人类 灵魂养成诗的魅力 热家导师霸气爆灯 双火范昌蒙老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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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我是演奏家全民投票 支持你所认同的观点 有请下一位选手 我叫黄一浩 从大学起 我就成为一名调查记者 为了新闻 我走遍全国各地 深入各种行业内幕 我的工作 就是为了健康实施真相 这些年经历过很多事 也得罪过很多人 我经常接到攻克电话 人身安全 也长期受到威胁 我是演奏家 我相信这是一个 可以发生的地方 今天我要讲一讲 十年深度新闻报道背后的故事 我坚信理想弱的正义 就不会消失 大家好 各位导师好 你好 我叫黄一浩 是一个有着十年街黑经验的 深度调查记者 您现在供职于什么类型的媒体 故事里有答案 好 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让他先讲吧 好 很有趣 来吧 来 请一浩 加油 我出生在一个世代围农的家庭 我们家一直是村子里面最穷的人家 于是我爷爷把家族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给我起了一个名字 叫黄玉浩 他对我的期待是最后一个字 浩然正气的浩 他对我说 人活着要有正气 所以在他去世的那一年 我成了《新经报》的一名调查记者 实际上 选择这个职业 而且与我的父亲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 他一直在我面前念叨 人穷就人怂 人怂就被人欺 他对我说 你不要怂 你更不要让穷人怂 爱是的我 对怂这个字 没有很深的理解 直到五岁的那一年 一天 邻居家在煮肉 扑鼻的香味 对于一个一年都没有吃过一次肉的孩子来说 极具诱惑力 我咽着口水 眼巴巴地站在邻居家门边 几个半大的孩子 恶作剧 给我扔了一块生肉 我当时地上捡起了 塞在嘴里 开心地大嚼着 被路过的父亲看到了 他劈手 把我的肉打到地上 狠狠地抽了我一个矮活 把我拖回了家 很多年以后 我一直记得父亲的那个爱活 我知道 他对我的教导是 不要因为贫穷而认识 而丧失尊严 那个时候我下定了一个决心 我要为千千万万像我父亲这样 贫穷而平凡的人们 做他们的眼睛 矮朵和嘴巴 帮他们去看 去听 去说出他们的声音 让他们不再因为贫穷而认怂 所以 在我人生的第一个采访本上 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2008年 某地书记修了一栋白宫大楼 像美国白宫一样豪华奢侈 而当地的老百姓却一贫如洗 媒体戏称他为白宫书记 为了调查他 我在当地卧底暗访了22天 其间 不明身份者对我 几乎接近24小时的跟踪阻挠 有一天 一个当地的开发商 拎着沉甸甸的 一塑料的塑料袋的钱 冲进我的房间 对我说 兄弟 你还年轻 稿子别写了 这钱你收下 我们就是朋友 你拒绝 我们就是敌人 我知道你爸爸叫什么 你们家住在哪里 你在哪上的大学 我可以发誓 这个事情天之地之 你之我之 我说 不是的 只要我知道 这个事情就不行 报道刊发以后 该书记被双规 后判刑死缓 同样在那一年 我到山东新泰 调查18名上访农民 被抢送今生病院 为了取得 第一手的证据和材料 我只能冒充 被关押者的亲属 到精神病院 送了一星期的饭 取得了上方者 写在烟河纸上的 一串绝密的名单和证据 当时一位 年近九旬的一个老人 握着我的手 对我说 黄记者 这是我的身家性命 我把我们的身家性命 交给你 你一定要对得起 我们对你的信任 历经各种挫折 这个稿子终于面世 责任人员受到严惩 访民也从获自由 2010年报道 河北石家庄原团市委副书记 王雅丽造假骗官事迹 他年龄造假 身份造假 檔案造假 履历造假 除了性别 其他全是假的 还冒充别人亲生女爱 某多他人四个亿的遗产 为了调查 我往返石家庄 孤身一人 三十多次 中间 王雅丽给我打来电话 说 弟弟啊 我们这个地方很乱的 你走在大街上 都有可能被别人 砍一顿 如果发生了 你都不会知道这是谁干的 可别怪姐姐我没有提醒你 你也不要以为这是姐姐我干的 我没有选择退缩 报道也顺利刊发 王雅丽因职务侵占 过行14年 但那段时间 我的媳妇 白天不敢出门 不敢拉开窗帘 不敢开手机 晚上睡觉 不敢关灯 我出差的时候 如果她打不通我的电话 我一直在那等 直到打通电话为止 这些年 为了做好新闻调查 为了更好的做我 父亲这样千千万万穷人的 眼睛 矮朵和嘴巴 我在我最热血的青春里 我选择过的是一种 寂寞 清贫和危险的生活 经常一支笔 一个背包 一支相机 到千里之外 某个县城 躺在某个不知名的小旅馆里 我常常想 如果我就这样死去 我不失字的父母 我的爱人 可能都不知道 我为何爱死 我不在乎搞费 我不在乎得失 我不在乎安危 我只在乎我想做的新闻 故事讲到这 大家可能觉得 这是一个完美的理想主义 结尾 但是 在我做调查记者的 第十个年头 我选择了辞职 当时我的社长非常愤怒 他指着我的鼻子说 黄一浩 你让我非常非常失望 我曾经把你当成 80后记者的标杆 可是你背叛了新闻 背叛了理想 我说社长 我今年30岁了 刚刚成为一名丈夫 即将成为一名父亲 我害怕得失 我害怕安危 我需要陪家人 我再也无法做到 我心目中那名 纯粹的调查记者 因为在我心目中 一名调查记者 就应该不计搞仇 不计得失 不计安危 耐得住寂寞 守得住清贫 抵得住诱惑 在我离开报社那天 我撕碎了我所有 获奖的新闻证书 那一刻我哭了 因为我知道 我撕碎的不是一份虚弱 是我过去十年的热血青春 是我十年的新闻理想 今天 离开一线调查 已经三年了 我依然关注着我热爱的新闻调查 我真心希望 一代又一代的调查记者 能够心怀 让穷人不再变怂 在追求梦想的路上 哪怕一天 我也希望他能保持这份梦想的纯粹 因为我真心 理想若在 正义 就不会消失 好 谢谢各位 好 对不起 我从事上 我从事上 你看 叫你刚刚别爆灯吗 叫你刚刚别爆灯吗 你说为了新闻的理想 我不得不离开 你说我离开 为了追求那个更纯粹的理想 这句话我没有听明白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调查记者这个职业 它还是非常特别的 它需要你经得起造 特别辛苦 特别高压 然后耐得住寂寞 耐得住各种的威胁 恐吓 诱惑 如果别人给你送美女 给你送钱 给你送很多很多的利益诉讼 告诉你说 这个事情只有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你不要做了 多一个报道少一个报道 没有太多意义 不会有人知道的 可能很多人就会选择 就这样了 就默契了 我明白 当你觉得我不能够保证 我接下来还百分之百的给你的话 我暂时离开 是的 OK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怂 我离开这个职业 我自己非常非常痛苦 身边的人 身边的人更多的人是骂我 尤其是对我 其希望非常高的 包括我的领导 还有我大学的老师 给我发了一个短信 说 黄一浩 从此以后 中国多了一个平庸的人 少了一个优秀的记者 你不要以为钱是好赚的 我说我不是为了赚钱 第二个让我难受的是 是我的媳妇 在我撕我那些新闻证书的时候 他问我为什么 我说我今天辞职了 他说 你能干什么呢 你天生就是一名调查记者 你这么热爱这份职业 为什么要离开 我说老婆 因为我爱你 因为我要承担一个 30岁男人要承担的家庭责任 我可以自己不怕死 但我不能不考虑我的老婆 和未来的孩子 我希望我的孩子知道 他的爸爸也有过梦想 也为了保持梦想的纯粹 去做了斗争 去做了努力 最后也因为爱他 爱这个家庭承担责任 选择了放弃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 之所以要走上这个舞台的 一个主要原因 谢谢 谢谢你 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你讲得最好 同意 我还有机会吗 没有 感谢你问我 我很高兴回答你 这个鲁玉姐拍了以后呢 我非常的担心 因为呢 我是被大家认为 都是做娱乐节目的嘛 那你是街黑记者 那鲁玉姐也是做访问节目的 也许会 你是不是来的时候 如果倾向性的话 你应该会比较倾向 其实他最想跟的人是跟我 少来 你每次没有机会 你都是这样子 我觉得乐嘉老师的 这种观点的尖锐 直接犀利 都是我们调查记者所必须的 甚至需要学习的地方 所以我如果能得到 乐嘉老师的指导 我相信你还真是要挑他 所以 虽然我现在不具备选择权 他还是会 我还是对他有影响力的 我可以推荐给他 他应该跟谁 乐嘉你帅翻了 乐嘉 你太忙了 乐嘉你帅翻了 其实从我加入了演艺圈 当演员之后 我在电视台里面 我真的有经过了 没有办法开饭的时候 我很饿 我没有钱 买饭 买一个盖饭 我都没有钱 那一天我就没有办法 我实在太饿了 我想说吃完再说 吃完之后我就去柜台 面对那个老板 然后我就假装 我前外在化妆间里面 不好意思 但怎么办呢 赶着开工 然后他说 没事 明天再结吧 然后第二天 我又是这样子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我还是这样子 去吃免费饭 到了第六天的时候 他跟我说 你别演了 来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演员 知道你没钱吃饭 可是我看得起你 我看好你 我知道你有一天可以行的 我也知道你这个人 欠人钱你会回来还的 从今天开始 就让你设账 你以后你就光明正大的来说 挂账 有一天你当上男一号 赚到钱你回来还我吧 结果三个月之后 我真的当男一号 我很有感觉是因为 他让我设账 是捍卫了我的专业 我穷 可是他不让我怂 除此之外 他还给了我鼓励 他说他看好我 无论最后你选不选我 还是非常欣赏 很喜欢你这段表演 谢谢你 谢谢魏江老师 所以给我们个痛快吧 一号 你的选择是 我今天最后的选择是 张伟健老师 谢谢 谢谢 我没有想到你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我也希望你的经历能激励我 董事长 因为你继续坚持了我 为了爱选择了逃避 那真的不叫逃避 所以我 我很坦克 我不知道今天说出来一个 人群不怂这种观点 会不会大家可以说 你已经怂了 一定向生活修复了 怂是重新 重新去follow your heart 这就比较怂了 一点都不怂 谢谢 大家一定都注意到了 其实他早就已经有点 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的投入已经引发 他自己眼泪了 而他在克制自己的时候 他的这个时候的投入 会对他接下来的演讲有帮助的 作为一个男人来讲 放弃一个自己耕耘了十年的事业 从头开始去经营另外一番的事业 是一个很艰辛的一个决定 很痛苦的一个决定 不管走一步两步还是更远 我都会坚信我上这个舞台的初衷 随便能说出过自己的心里话 心路历程 玉浩勇者敢言 你是真正的勇者 期待你带给我们更精彩的演说 张伟健以情动情 将拥有极具语言力量的战将黄玉浩纳入战队 有请下一位选手 车床 利洗 台报 押报 万象剧 这些看起来复杂又粗胖的工具 每天都陪在我身边 我叫张月希 我是一个木匠 我做木匠已经五年了 和木头越来越熟悉 今天我就想代表木头来说一说话 想请大家听一听木头的声音 大家好 各位导师好 你好 你好 好可爱的女孩 给我自我介绍吧 我叫张月希 我是一个木匠 然后这些都是我的作品 木匠 很想女孩做木匠的吧 你是学这个专业吗 好酷 我当然会讲到 这也是机缘巧合去学习的 然后也有五年了 你是哪个方面的木匠 是自己纯粹出品 作品的 还是说在大的公司当中 是一个生产部分 或者是在装修的部分生产 就是你设计还是制作 是吧 自己设计自己做 然后也给自己建了一个小工厂 来做这些东西 你的品牌叫什么 叫我的物的 我的物的 挺可爱的 这个名字 很可爱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接下来你说 我们听 我是一个木匠 可能提起木匠 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那些 拿着雕刻刀的老爷爷 或者是拿着电锯的壮汉 塞布者就是那种腰缠万贯的红木商人 我是一个80后 在我小的时候 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木头 我们小时候雕的千匹头 小时候玩的积木 还有刻下了很多小心思的刻桌 每一块木头上都有一块回忆 我和木头真正结缘 已经是我在澳洲读书的时候了 那个时候勤工俭学 阴差阳错的就和当地的一个木作艺术家 给他去打工 我记得我第一次完成 独立完成自己的作品的时候 我特别兴奋 觉得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 也莫过于此了 然后我的老师当时还夸奖我说 你是一个天使 就是上帝派下来做木头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句话 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 回国以后我就真的做了一个木匠 那很多人认识我 是因为这个崔宝 它上面有两个窝 专门是用来跪的 大家觉得它特别有意思 其实它的诞生是伴随着 很多负能量的 有一段时间我爸总是特别晚回家 我妈妈特别伤心 有时候还吐头脸眼泪 我爸爸每次道歉的时候 都是这样的 我跪崔宝还不行吗 我跪 我跪 所以我做木匠以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我爸做了这个 可以跪的崔宝 然后到他说 你不是想跪吗 我都给你做好了 我想可能最坑爹的孩子 也就是我了吧 后来我的朋友 有用他送情人节礼物的 然后用他来求婚的 还有用他来教小朋友洗衣服的 就这样我的小工厂 就正式启动了 一开始我的工厂 只是制作我自己设计的东西 直到有一天 有一个男孩 他拿着一幅画给我 画上是一个小姑娘 短短头发圆圆的脸 特别有朝气的样子 闭着眼睛微笑 好像在享受着什么 他问我能不能把这幅画 刻在木头上 我说当然可以啊 做好了以后呢 我就发短信问他 说这姑娘为什么闭着眼睛啊 过了很久 她才回短信给我说 因为她的眼睛是看不见的 如果不是把这幅画雕刻出来 这个女孩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 她在男孩眼睛里的样子 而这个男孩 她细心地选择 木头这种材质 是因为木头 它冬天不冷 夏天也不热 手感也不像其他材质那么生硬 这样女孩就可以 随时随地都拿起来抚摸 感受到男孩的爱意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回忆里 都有这样一块木头 就像是男孩送给女孩的木雕 我送给爸爸的搓衣绑 每一个木头上 它所承载的时间还有感情 都不是能用语言来表达的 所以现在我和我的工作时 努力想做的 就是想让每一个人都能使用上木头 让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木头的温度 让每一个人都意识到 木头之所以珍贵 并不是因为它的材质多么稀缺 而是它所能表达的意义 最开始我做木头 是因为我觉得木头 让我感到无比的快乐 现在我坚持做木头 是因为我想把木头的价值 分享给更多的人 谢谢大家 我特别羡慕一种人就是 他能够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你就是这样的人 你今天讲的内容可能有点平 但是我喜欢你讲话的状态很自然 而且你讲的东西是有温度的 木制品可能没有温度 不过你讲的每一件木制品背后的故事 是有温度的 我就告诉你 我喜欢你这个人 还有你的作品 谢谢 棒棒 我很想知道 今天为什么要来演说家呢 你的工作 听上去跟演说都离得很远 那么你为什么要来这儿 因为我周围很多朋友对木头 他们的认识可能还是在 比如说说起石木 就是想起花梨啊 然后紫檀啊 什么这些东西 然后会觉得木头特别贵 但其实有很多木头 它们是来自于可持续发展的森林 你使用它不但不会破坏大自然 反而是帮助当地的这个森林 它加速它的生长 你收学生嘛 比方说你 我可不可以在你有空的时候 跟你学学手工啊 也可以啊 也可以 好像很不情愿哦 就是带助技还比较 他主要是对四凡生的怀疑 你学非收贵一点就好了 乐嘉老师很有钱的 没事 没事 他已经跟很多人 约了要出去玩 要出去打猎 要出去练你 关键人都不理他 那个是没人理他 他自己幻想 你难道感觉不出来 谁对你是真心的好吗 但是你摁了差 对啊 我可以像你要一个小木头礼物 我也不好意思要 其实他们三个也想要 但他们不想 你看又扯到我们这儿 我是有准备送给各位老师礼物的 这是一个书笠 哦 书铐是吧 对 然后是因为乐嘉老师在写书 然后这是我去加拿大的时候 看到那个雪山 这个木头就是加拿大的花旗松木 就是很多建筑用材都是它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些房子里的这些材料 这么的漂亮 它的花纹就像山一样 这是一块木头把它做出来的 对对对 因为它下面的那个年轮 好像是可以拼起来的 对 然后它这儿 其实还有一个天然的一个结巴 可能好多人不喜欢 就是这样 好看 然后但是我觉得它还挺漂亮的 好看 谢谢 漂亮 漂亮 这个是我要送给鲁豫老师的 这是什么 这个名字叫猫大脸 猫大脸 它是用来放咖啡 或者一些小手饰的那种杯垫 然后可以放咖啡 谢谢 华少那个这几把小椅子 你可以随便挑一把我送给你 给他孩子做的吧 他可以 大耳朵 大耳朵那个好 大耳朵那个 这个这个 大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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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现在是三年级快四年级 所以这个对他来讲有点小了 大耳朵 我女儿来讲这个有点高 我可以要这个版 好 谢谢 那么说搓鱼板自然就是给 来 张伟健老师 搓鱼板吧 试一下 我觉得应该示范一下 他这个人体力学应该都特别有 但我不太懂 Why 但我不太懂 跪搓鱼板的理由就是要跪在那个 特别难受的地方吗 是的 你为什么那么仁慈吧 那做评了呢 你为什么要送我一个搓鱼板呢 因为他不是用来惩罚的 他其实用来表达爱意的 哦 是 对 表达爱意的 你是借这个东西表达你对他的爱意吗 老婆 我什么都没做过 希望你可以继续在你的这个木像 木匠界发光发热 谢谢 谢谢 你可以的 谢谢你来 和木头之间的故事 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平淡的小故事 没有那么多跌宕起伏 但是我自己在其中感觉到特别幸福 然后也想分享给别人 他打破我的思维定是我们认为 女孩就一定是做某种工作的 木匠就是某种形象的 他告诉你 跟形象跟性别都没关系 我喜欢我就可以做 我就喜欢这样 有选择权还敢于选择的人 我觉得很有 坚持心中的热爱 守住难得的单纯 相信你的笑容 会永远灿烂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谢谢 今天在燕如老师的口中 我们好像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 一种新的解法 我们真的了解鲁迅先生吗 在我的课堂上 没讲到这里的时候 全班沉默 而我期待的是沉默中的爆发 毕竟 将近现在均一百年之遥的鲁迅先生 更需要我们去重新认识他 语文课本中造一个神很容易 但是发现一个很可爱的人 非常非常大 那么如果说 我们能在现代社会 重新认识鲁迅先生 还有什么 比这件事更加珍贵呢 所以如果你说 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需要什么 我想需要想象力 需要责任心 更需要一种创造的动力 我们相信那些被摧毁的人民 不应该被遗忘 重现巴米扬大佛 应该是我们这一群 重走思路的中国人 送给巴米扬最好的礼物 我们真的希望 让这一束微弱的光 照亮那儿的人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 终其一生去追求的是 从平凡变得不平凡 但今天黄月浩的故事告诉我们 很多时候 从不平凡变回平凡 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牺牲 甚至承担很多的误解 但我相信这些对他来讲 都是值得的 因为当他变回平凡的时候 他和家人能够感受到 那一份平凡的安稳和喜乐 这对他和生病的人来讲 是最珍贵的 每一个人 在追求梦想的路上 坚持十年 五年 第一年 哪怕一天 我也希望他能保持 这份梦想的纯粹 我真心希望 一代又一代的调查记者 能够心怀 让穷人不再变怂 也因为我真心理想若在 正理 我不会消失 谢谢各位 好 谢谢大家 不要定了 可不可以不要走 我希望国家 能给这些力学哥的苗子们 一个更好的生存土壤 你闭嘴 我希望这些事情 永远都不要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今天说出这么无始的话 全凭你的鼓励 这你拿一百万 我都是会跟你换的 为什么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留下来 为什么不可以和我一起生活 不可以陪我长大 可能我 可能那边聊着 孩子他不会爆灯的了